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画牡丹花的时候也强调了一个牡丹花的外部特征 这样就把梅多牡丹花的个性特点来表现出来了 为什么要强调一个从局部入手呢 就是说咱们在画的时候呢 咱们还是一笔一笔的画呀 是从局部的画呀 从局部入手考虑一个整体的特征 这是第一个问题 在画的过程中呢 这个画头还应该强调 有虚 有实 有浓 有淡 有干 有湿 有圆 有方 这个具体的怎么体验 在我画的时候呢 我再跟大家仔细地说 这是在画画头的时候呢 应该注意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牡丹的一个方圆关系 事实上万事万物啊 不方即圆 所以所有的东西不是方就是圆的 都是归为两大类 那方的给人感觉的世界语言呢 就是一种钢的世界语言 咱们方咱们联系在什么 联系在钢铁